很难得的 一身人身万劫不符 不是相续的 中断了 在他密宗学法的时候 他特别警惕 千万不要中断 因为你今生所学的 今生经常中断 那你要隔来生 隔十生 隔百生呢 那不等到什么时候 因缘又成熟了 那苦难就受得多了 文思的 往事的这障碍 非常之大的 为什么 我们天真不舍呀 你读一波经 念个照 不能间断一天 今天 我明天补吧 今天事情太多了 休息一天吧 这是绝对错误的 明天又忘了 再等一天吧 这辈子还可以 有连续性 让你因此定故了 死了 完了 就断绝了 为什么呢 所以我们都读学一个法 连续性是在脑子里的中的 根深体固的 再来生 你还能得到他的利益 再来生 还能得到利益 这相续意 不断意 那么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障碍 不是一下子 能泄脱得了的呀 我这说的是对比的 这些大菩萨 四线这些天王 他们都得到这些法门 因为是称性的 称平性的 是种词 是种一切法 词无量意 他能流眼的 无尽的法门 刚才说了好多海呀 是拿比喻的意思 这海 咱们就像那学习 像小笋似的 最后流入佛的至海 不要忘记 这个天王 他对这个 他得到种词了 他们不会的 也不会忘记 也不会间断 有点正的佛的体性了吗 第七门呢 这些天王 护士佛法 因为佛出世了 佛出世难得治愈 这些天王做护法 他引导众生 让他治愈祝佛 治愈正法 咱们在现在 佛已经露灭 快三千年了 两千多年 但是法在 法在就是一些经 但是佛的化身 佛可不思议的身 还在 那看你的功力了 亲自建佛文法 很难得治愈 就是能遇着佛经 也很难 像我说华严经 治愈华严经 为什么说它难呢 佛在佛在世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注释的时候 说华严经 只有三七日 那三七日啊 摩天把他验上 称性而说呢 就是缘起 咱们看见三七日啊 那不是三七节也可以 说无量节也可以 而现在佛还在 养华严经 也可以 也入世之 有着智慧 你就能入世之 那以后 佛苏俄罕的时候 就不是了 就不是华严义了 那些俄罗汉 没听到华严义啊 佛在印度 住了 住世的四十九年当中 没有了 除了那三七天 根治都是大菩萨 一人说的 得有那个殊胜因缘呢 咱们现在能学 能理得受从 那说你过去无量节来的 有这种善因 中国这种善因 如果没过这种善因呢 你得不到 遇不到 咱们读金刚部的 在金刚经 佛跟徐福提说的 要能轮到金刚经 学习波尔阿地义 不是一佛二佛 三十五佛的因缘 是经过无量佛的 方等教义 金刚部都入世 你会学华严的 我们也往往地印到 那个最真实的宝贵东西 他不印识 拿一盒完石 现在这个甲玉很多 上个店卖那个 几毛钱 你给买个小石头 当着骗人去 说这是真的 他不印识玉对吗 他也就当真的了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佛所说的法 也若善 也若善 所以难遇的是指这个说的 难遇遇到了 能信吗 遇到了不信 没冗处 等于没遇到一样的 信心呢 很难得生起 我们这次 跟大家解缘的时候 到五台三之后 我们又把补充 把大乘信 大乘行信里讲完 也讲信呢 相信自己 披露着诺 这个信跟那个一般的说信佛的信 不同的 相信的自体三宝 自体三宝 是因为注释三宝 相信注释三宝 引起的 就一般的 学佛者是入世 就会有了信心了 有了信心了 难得保持 没信者 信心难生 你信者 确定的增长 你相信佛 信 信的肯健 你说具足佛的德 不是佛的万德 你具足佛的一点点的德 已经又不得了了 不得了到生存了 了生死了 不得了了就了了 因为信里头啊 含着无量的功德 我们经常有这么句话 大家都熟悉的 信为道源功德母 张扬于协助三根 因为你信了 母是能生意 能生起一切功德 信啊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信就是一个保障似的 信这个保障 信的保障 信藏 藏这是韩长意 咱们是藏经楼 韩长的都是藏经 一般念长啊 时候会念长 长起来了 搁到库里头 把它长起来了 也可以做这样解释 你一信了之后 那么就听到佛的听佛话 信了吗 信佛了吗 信佛就要听到佛的教导了吗 一直佛的教授 说你不要去贪嗔慈念 不要去系度障难 不要去邪见 那你信了 佛说的 关于有这些个毛病的 有这些个病 你就把它治掉 就把它治掉 这么头疼脑热 肚子痛 你还要找医生看一看吧 不愿意他紧着痛啊 痛起来不舒服啊 为什么你不卸脱 不找卸脱方法呢 信有了 佛也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了 为什么你不吃药 不去去你的病呢 这第三天 这第三禅天 这些大菩萨 四线的这些天王啊 这是他们向众生宣示 随佛利益众生的意思 他们都记住这种德了 他们就说的 让一切众生 都能令 令他尊敬 恭敬 三宝 相信你自体三宝 才能真正得到 卸脱 在常常当中 说令一纵上 令一纵上 信佛 信法 领悟这个信了 便生起欢喜了 信的生大欢喜 遇到这无上大法了 信为能弱 一切的佛的宝藏 的法藏 能为所弱 完了 一直这个法藏的教导 因为我们佛是不战士了 佛只是相战士 一相 而尽弱 法是一心而尽弱 希腊生欢喜心 生欢喜心 有趋向他 以这法的教导 法就是归在意 他有归生误解 启发你的自己的自性 以这这个归道去走 这归道走 就是法的意思 以这这个法去做 依教奉行 以这佛者教导 以这那个方法 散巧方便 在佛是大方便 我们以这这个方法 得泄脱了 信脱就叫出离 在出离啊 我们要有时间 将将将出离 我说平常说的很简单 出离是修行的 生死三要道的第一步 人家不求处理 不求处理 人家在这泄脱不了 就被这五欲警戒 使死烦恼 邪知邪见的 嫉妒障奈的 就把你放住了 你处理不了 处理不了 只能得到泄脱呢 因为信就这种功能 信了就进一步就求解 明白了之后 你要去做呀 做而后了 就是行 行而能正 正了这些 就是真正的泄脱了 学的泄脱 不是真泄脱 欲经是话 你处理不了了 正得了泄脱 是真正处理的 那就得泄脱了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力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新智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情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僧财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在诸山长老 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 有即回归佛陀本怀 透过文化出版 与媒体的多元形式 将佛法传扬于社会 并借由慈善公义的参与 落实大称佛教之立他精神 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 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 致力于南传 北传 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其能宣扬佛法 以及推广书实 护生等的慈悲理念 由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 结成敬邀各界大德 踊跃护持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欢迎您一起来推动 慈悲至业的 各项会晤 一同为世界燃起 正法之具 照破黑暗 传灯无尽 会物介绍 护持弘法 培育生财 生且安养 医疗及生活救助 宣扬佛教教义 与经典印制 佛教刊物影片 及电子多媒体弘法 设置传教场所 护生等之 佛教弘法慈善 护生相关活动 立案字号 台内明字帝 109-005-1120号 统一编号 8751-5434 通讯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2号 服务电话 03-989-9319 随起 www.livetv.org.tw 斜线 斜线 date 斜线 sustain.htm 声明电视 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 即余谦宴口法会 恭请慈悲法师团 共同组法 日期9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 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生命文化基金会 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 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 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 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 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 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 佛教之间的互动 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财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 大德发心护持 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 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愿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胜举 您的发心护持 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城塔 福会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路转账 银行贷号 005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号 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智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n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珍塔石窟 有些早窟精美绝伦 雕刻艺术相当成熟 栩栩如生 阿珍塔石窟 第二次开窟时间 约在西元四五世纪开始 当时 该地是在 马卡塔卡王朝统治之下 马卡塔卡王朝 和吉多王朝 有联姻关系 所以洞窟的浮雕和壁画 也受到极多王朝地区的影响 阿珍塔石窟后期的肢体窟 共有三个 其中以第十九 二十六和二十九窟 其中以第二十六窟 雕刻规模甚为庞大 石后期洞窟的代表 以精美的雕刻著名 该窟平面 乘马蹄形 宽十一点五公尺 近身二十五点三公尺 窟外射门廊 窟门上方 开有巨大的肢体窗 第二十六窟 窟内大厅 环列列柱二十七根 隔出大厅与侧廊 大厅后部设有佛塔 机组高大 正面开窟 窟内雕有一尊做佛 双手结说法印 而连台 狮子座 天神等图像 配置繁密 两侧廊壁面的佛窟内 雕有等身大小的佛像 多为三尊形式 例如大厅左臂 壁面窟内 诸佛皆有高肉计 罗发浓密 面向丰润 身躯宽厚 着薄衣贴体袈裟 体现极多王朝佛像样式 这次的旧 是 第二十六窟 其中最眼人注目 为印度现存最大的佛涅槃像 佛陀与万外聚集的半夜 为弟子宣说最后教诲之后 入波涅槃的情景 佛座吉祥卧 嘴角含笑 神态平静祥和 然而台座下众多弟子并坐 流露出悲痛不舍的神情 平静安详的心 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而这种心境无法向外求得 祈愿佛弟子们时时观照内心 多多学习佛菩萨的微笑 以至最终能够悟得 无语也无情 看清也看清的悠然心静 你来 看清也看 他自己会 出来啊 你看 哇 这个 我要吃到 里面 看吃 你吃了 他只要吃 夢 准备 你吃 准备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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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听尽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